你有在不经意间撞见过鬼魂吗 这个女人屁股刚挨到板凳 墙角就突然冒出一个白衣女鬼 女人惊慌抬头 女鬼却在眼前消失不见 可当女人好不容易放下静体 女鬼又乍然朝她飞扑过来 女人吓得冷汗连连 她失魂落魄走在马路上 突然一个小学生一面冲她撞过来 女人毫无准备 眼睁睁目睹小学生穿过自己的身体 她当场愣住一脸不可置信 这时前方传来救护车急救声 女人恍恍惚惚走进一桥 原来刚刚发生了一起车祸 而死者正是那个小学生 鬼魂得知自己死亡后 便乖乖跟随一个黑鬼影 去地府投胎转世 女人思绪大乱 她走进一间小吃店稍作休息 但没想到她又见了鬼 一对鬼母子悄无声息飘进饭店 他们伸出紫色长舌 尽情舔食橱窗腊肉 女人见后心态彻底崩溃 她起身欲逃 却被服务员伸手拦住 原来这对鬼母子是饭店老板的妻儿 他们并无恶意 只是会经常来这打打雅记 这下女人终于确定 自己竟能看见鬼魂 她叫阿文 从小一直活在黑暗之中 直到前不久 一场眼角膜移植手术 才帮助她恢复了光明 可奇怪的是 随着视力的恢复 她总会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鬼魂 比如马路中央站着一个黑衣人 再比如楼道内 总会出现一个小男孩 可怜兮兮问 有没有看见她的成绩单 阿文觉得很奇怪 但还是耐心回答小男孩 阿文奶奶听到孙女讲话 她悄悄透过猫眼观察 追着看见阿文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隔天 阿文突然注意到 隔壁邻居家门口 竟挂着两个白饰灯笼 而那个小男孩蹲在地上 捧着白蜡烛就往口里塞 原来这家人的小孩 几天前早已离世 阿文看见的一直是个鬼魂 奶奶担心孙女撞邪 于是请来大师做法 还给死去的小男孩烧去成绩单 希望他不要再纠缠阿文 然而 这天晚上 阿文还是撞了鬼 他半夜乘电梯 门钉一声打开后 里面有个奇怪老头 他坐在角落 背对阿文一声不吭 阿文怀疑有鬼 他进电梯前 赶紧瞅了眼监控 显示屏上 果然显示电梯内空无一人 阿文不敢进这个电梯 立即换成旁边那个 他按下15层 可就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 他的身后 那个老头再次惊悚出现 阿文屏住呼吸 祈求电梯快快运行 每一秒都是煎熬等待 老头双脚漂浮 他悄悄转身 露出一张面目全非的脸庞 他飘向阿文 越飘越近 阿文再也忍受不住 急按开门飞一般逃出电梯 他连忙往家赶 发现自己一紧张 来到了14楼 没办法 阿文只能跑楼梯 但那个小男孩 此刻正等在楼梯间 说完 小男孩从14楼一跃而下 阿文被这一幕吓得几乎昏厥 他被家人送进医院养病 在这里 阿文见到了曾经的病友 一个患脑肿瘤的可爱小姑娘 他笑着来向阿文说话 可阿文 却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就在小女孩身后 分明站着一个黑鬼影 他就是收走车祸小学生鬼魂的地狱使者 小女孩含笑和阿文道别 原来几分钟前 他手术失败 不幸死亡 女孩临走前交给阿文一封信 阿文展开信封 里面是他和小女孩的一张合照 可阿文却指着照片上的自己问男友 阿文听完陷入震惊 只因为他照镜子时 竟然照出了另一个女人 阿文和男友都意识到事情太过诡异 他们立即怀疑 是眼角膜移植手术出了问题 阿文找到捐赠者资料 上面显示 捐赠者是来自泰国的一个年轻女孩 为寻求真相 阿文和男友一路追到泰国 这个破败不堪的小村落 就是捐赠者阿莲生前的居住地 阿莲被村里人视为温神一般的存在 因为他能看见地狱使者 能提前预知死亡 村里人视他为不祥 有一天阿莲看见许多鬼魂 他急忙提示村里人离开住所 但无一人在意 最终一场大火将半数村民活活烧死 阿莲也因为无力承受痛苦 选择上吊自尽 阿文通过梦境了解一切真相后 终于让阿莲母亲释怀原谅女儿的离去 他们将阿莲后葬在山里 此刻所有鬼魂也随之离去 阿文愉快回国 正准备迎接美好新生活 谁知在大巴车上一觉醒来 他竟看见无数鬼魂奔向前方 阿文立即下车查看 原来前方发生车祸 一辆大型油罐车轰然倒下 阿文很快意识到 这么多鬼魂出现 预示着油罐车即将爆炸 他急忙呼叫所有人下车逃命 可没人理会他风一般的哭喊 仍旧自顾自在车上等待通行 这一幕仿佛悲剧重演 阿文清楚感知到 当时阿莲的无助和痛苦 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爆炸山巷撤天际 无数生命死于这场意外 而阿文在事故中 被碎片击中了双眼 好在男友及时保护他 这才在爆炸中逃过一劫 从那之后 阿文再次回到黑暗世界 但看不见这个世界 或许是他最好的结局